大家好,我是廖哥 今天正好是中秋节 廖哥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 和家团圆 在中秋节前行 廖哥正好参加了赛利斯在长沙的私家会 这次私家会 我发现我们同区的媒体同行 大家都很关心一个事情 就是赛利斯油耗问题 而恰恰同区的这么多媒体里面 就我前段时间正好在上海拿车 跑到江苏深度试驾了三天赛利斯 所以对于油耗 我认为我还是油电的发言权的 在谈华为自选赛利斯SF5 这款车的油耗之前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下 这款车它是一个真诚式的新能源车 它的发动机只负责发电 所以它使用起来既有电车的感觉 又没有电车的理程焦虑 因为你没有电的时候 这个可以随时找加一站加油就可以了 而且用的是这个92的时候 通用性也比较好 第二点需要明确的就是 这款车其实它的整备质量不低 由于它既有一套发动机系统 还有一套电池系统 所以整个这款车 它的四驱版本 它的整备质量接近2.4吨 我这个三天时间总共跑了500多公里 我拿车的时候是2685 然后还车的时候里程显示326 总共跑了541公里 那么这541公里我花了多少费用呢 我也给大家这个列了一下 我总共花费了188块8毛7 这个费用除以这个里程数呢 每公里大概就是这个3毛4 不到3毛5的样子 这一部分费用的构成呢 我也给大家这个列了一个明细表 里面这个充了两次电 第一次呢是28块07毛 总共充了25度多电 第二次充电呢 用了14块8毛 总共充了这个8.53度电 高速服务区充电 我感觉这个贵多了 第三次呢 就是在7月5号 在阳城湖北的这个服务区 加了146块钱的这个油 这就是这三天来总共所用的费用 这三天500多公里用车呢 高速应该占到了这个50% 市区占到20% 郊区占到30% 这么一个比例 而且由于我想这个模拟日常驾驶 去测试它的油耗 所以基本上我全程都是使用运动模式 或者搭设模式 也就是这款车设定的这个最强功率模式 最后来从江苏返回上海黄车的时候呢 我就特意在高速那边 全程使用搭设模式 而且加完油之后 一直不停从驾油的服务区 一直开到了这个上海拿车的这个4S店 我最后到了4S店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最后一次的小里程的这个计算 总共呢是这个79.6公里 平均时速83 表显油耗是10.3升 我估计看到这个油耗很多朋友 我吐槽这个油耗高 但是你想一下啊 它还往我的电池里面冲了这个4.3度电 再加上你要结合这个整个这台车 它的整备质量达到了这个2.4吨 而且呢我在高速上 但凡只要是路况许可的情况下 都是顶着限速的最高值在跑 基本上全程使用的都是它的最高功率 以上的总结呢 就是此次苗哥深度试驾这个3S3天 所得出来的这个很实际的这个油耗啊 都有明明白白的数据摆在上面 我是全程模拟这个大脚油门 大脚刹车的这个油耗去测试的 所以算是这个测的比较激进 至于说这个其他的这个什么 坐椅通风啊 坐椅按摩啊 车上所有的这个电子上面呢 我基本上都没停过 能用的我全给它用上了 全给它开上了 而且空调 我都给它开到了18度 动得我直发抖 这个油耗对于台这个准备质量 2.4吨的车子来说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挺满意的 你想一下 即使油车这么重的这个准备质量 把它拉到高中 按照这么激进的开法的话 这个油耗 你也会觉得这个 它还是比较香的了 如果你家里这个充电方面 你能够这个享受这个古典的这个电价的话 那么这台车 平时的使用通勤成本 确实是这个很低的 只有在这个长途 跑高速 外出 出去自驾游的时候 可能你的这个油耗 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但是它比这个重整重力下的这个 燃油车 要想得到同样的体验的话 它的油耗确实是有明显优势的 以上就是这个 我前段时间这个 自己深度试驾 这个华为自选 萨利斯SF5这款车 所得到的这个实际油耗体验 希望喵哥的这个体验 能够给大家一些这个很实际的这个参考